这个世界有两种人 老实人跟精明人 老实人跟精明人在一起 你告诉我谁吃亏啊 当然是老实人吃亏 聪明人吃老实人嘛 那请问老实人就饿死了吗 老实人吃谁呢 老天爷给他福报 叫啥人有啥福 各位 这个生态链是怎么样一个生态链 精明人吃老实人 老实人吃老天爷 老天爷得吃东西啊 老天爷吃精明人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谁容易成功啊 阿甘这样的人 徐山多这样的人 傻傻的信 傻傻的干 傻傻的赚到好几百万 马云说在阿里巴巴 很多聪明的人都走了 那些傻傻的 觉得出去也找不到啥工作的 留下了 全成功了 前台都变成了一万富 所以在阿里巴巴里面 如果去过阿里就知道 阿里企业文化里面 有这么一句 叫傻傻的信 傻傻的干 傻傻的变成了好几百万 精明的干 精明的算 精明到最后穷光蛋 你会发现 凡打成者 都是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 天天觉得自己很精明的 都成功不了 在这个世界上 成为一万富 非常简单 全地球八十亿人 没人相信你一次 没人给你一块 恭喜你八十亿 就这么简单 要想让别人相信你 首先你是不是得相信自己 你连你自己都不相信 别人怎么会相信你呢 你天天怀疑这个 怀疑这个 别人也会怀疑你 因为怀疑是一种磁场 相信也是一种磁场 所以写上 相信自己是一种能力 相信别人 是一种智慧 你知道当年 我的老师就问我 说为啥你相信我呢 你知道我是怎么说的吗 我都已经穷成这样了 相信你我还能咋样 相信你我又没损失 万一成功了呢 这句话能不能听懂 各位 你的人生从相信开始 没有相信你的人生 就没有开始 经营企业就是进行相信 经营家庭就是进行相信 经营健康 还是在经营相信 那如何让别人相信你呢 一 相信自己 写上一句话 相信自己是一种能力 二 相信别人 相信别人是一种智慧 有人说周老师 我也曾经相信过人 我为了伤得遍体临伤 从此我就再也不相信人了 所以你的人生才这样啊 我也相信别人被人骗啊 但是我就跟他绝交了 给他拉黑了 但是不耽误我 重新把心掏出给第二个人 你们能听到我来说说吗 只有这样我才能交到好朋友啊 很多人说老师啊 来到社会上以后啊 我都没有好兄弟了 最好的兄弟都在学校里交了 为啥 因为在学校里 你把真心捧出来给别人 到了社会上 被别人骗了几次 伤害了 你就再也不敢把你的心 靠出来给别人了 所以你也再也找不到竞争心朋友了 你知道人这辈子最大的可悲是什么吗 好了一辈子 没有一个人百分之百相信你 这是何其的可悲